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非常恶毒 看待这情况未必需要拍摄 sigma 也需要做的事正面便利 aire 往那一��洗板 共谈事实 你不要那麼被動 那些人落井下石 尖酸黑鋪 不要用這種心情去對待這些事 因為每一次 我在選舉上發言過 每一次對葉普城的打擊 都會令到葉普城壯大 現在解散了 也不代表我們要各自壯大 你不需要令到你氣餒 我們做網台或做這行業 其實我們發覺一件事 那些人想傷害你而成功 是因為你容許他傷害你 如果他傷害你 但你不容許他傷害你 其實你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拍完這件事 起碼大家要做的是 有些人這樣說 你不是被動的 你可以去那裏說實情 你亦不需要大家去吵架 亦不需要用粗口 你有足夠的能量 人數有足夠的能量 其實你就可以長期在那裏發聲 除非他傷害你 他傷害你那天是另一回事 那你便可以投訴他 所以這個判監事件 我相信大家要繼續努力 不要說現在坐在那裏很不開心 一定要證明他做的 開了一個很壞的案例 有關年初一個事件 因為有幾個個案 原本全部都是告暴動 但暴動就是要你 照顧三個人說你是非法集結 才可以說你是暴動 有很多是後來改控 是襲警、拒捕或其他控罪 如果之後有不同的裁判官 他都是當初一事件的案例 來作一個量刑的標準 那就麻煩了 但他到了這個 在現在這個審訊階段 我相信不會作為一個整體量刑 因為你去到上訴 例如去到高院 或者再大一點 那個定了之後 那個反而才是一個 比較肯定的量刑標準 但如果作為一個量刑標準 在哪裏可以看到 就是初級的法院 在這些裁判官的手上 因為現在不是說 法律一般要對這些人重判 而是現在這個裁判官的文化 如果你想升的話 那你就會辣手一點 這樣就可以將來升官發財 但我覺得現在這種文化 其實大家要兩個方面去看 第一方面 在審訊之前 其實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不要說突然判那麼重刑 大家驚狂失措 因為現在的文化已經是這樣的 大家要習慣面對這種壓力 其意就是現在香港這種高壓的情況 會不會持續呢 是靠大家的努力的 所謂靠大家的努力的意思就是 這些人去做這些事情 他原來是得到這個獎勵的 那就繼續做 但如果他得不到獎勵 他受到壓力的話 他未必長期做 那麼這個壓力在哪裏 就是來自群眾的壓力 舉個例 譬如說這些政府的官員 他繼續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在社會上去面對很大的批評 或者是一些反彈的時候 他都要想一想 繼續是怎樣 因為現在這個裁判官 這一類裁判官 判到的 他是得到政府那個 給他的優勢 如果你的政府 現在這種這樣的文化政府 是繼續的話 這個高壓的情況是繼續的 但如果這種政府 去推動這種文化的人 他是受到懲罰的話 或者受到群眾壓力的話 他自己都會想一想 我想說整個裁決 或者處理的案件 其實我們也有個心理準備 可能如果判罪成就要玩 甚至即時監禁 但是那個量刑那裏實在是 匪而所思 因為之前就是在雨傘革命期間 另一位熱血公民成員 李國希 即是新東排國師第二的李國希 Marco 他也是很類似的一個案情 都是定水樽 判罪成 他就是判了28天的 所以我們都有考慮過 如果柏洋原本今天是要即時還 或者即時監禁 我們大概猜到三個月 最準是半年 你們猜到已經猜到了 已經猜到了 但九個月就超乎每一個人的想像 是的 所以天怒人怨 幸好我們還有泰博 我們明天早泰博 就立即找到一個時段 可以立即進去探望 柏洋 用一個立法會公佈探望的身份 但是以我自己一個航海人 在外面去想 我猜最難過其實是第一個星期 還有柏洋是即時監禁 譬如我之前的經歷就是先還壓 可以立即進入一些日用品 是不一樣的 那是痛苦 可能需要大家在外面的幫助 我們會盡快去看看司法程序 怎樣可以把他保釋出來 在高院高等法院搞 然後再保釋出來再上訴 無論是刑期也好 還有判罪也好 那就盡力去做 但是不止是泰博 對 因為陸續有來 有些被捕者也有透過我想幫忙 去找一些當晚的證據 影片等等 都跟了幾個月都沒有什麼特別的進展 希望大家之前忘了選舉 沒有時間去翻查一些紀錄下來的照片 或者錄影片段 或者如果你在其他網媒工作也好 可以麻煩找回相關的紀錄 救得一個一個 你自己又如何 你自己又有沒有官司全身 有啊 刑事美事法庭 都是 那間前要很久 就是清場的時候 接下來都要再上庭 都是去高院 都約了律師 遲些會再開會 聊一下 那些我們都交律師 開始習以為上 是 有一句 最初的官司 亡言 不知所措 現在已經習慣了 上來可以跟大家講完 那些情況 這些事情 我們日後都會 在適當時候 提醒大家 有誰需要大家支援 我們都會提 這些事情 暫時我們不表演 有一項新聞就要講講 就是世界杯亞洲區十二強外圍 為賽中國主場零比一 不敵敘利亞 阿謹這個人 就給你十分鐘 去發表自己的意見 說得來 差不多我們都結束了 我對這個事情 有點差異 差一點差異嗎 這個用詞有少少 敘利亞打了幾年內戰 已經打到 不是 我聽到人是震驚 震驚 震驚 敘利亞這個國家 已經打了幾年內戰 你有沒有看到 阿力圖那些地方 是廢虛 幸好我現在找不到照片 那裏開始有飢荒 大家都看到 那些轟炸的情況 或者小孩子那些 實際那裏的情況 應該比當年薩拉伊波 但中國主場 竟然可以打敘利亞 竟然主場可以 一輸給敘利亞 你從文化經濟 政治角度 你怎樣看 那這個 是不是反映了 中國現在處於問題 中國現在的狀況 是差過 正在戰亂中的敘利亞 這個一向都是 強國的奏座 你這麼喜歡 廿文廿武 不可一世 但偏偏是全世界 最受歡迎的體育項目 你又想贏 但又贏不到 但我聽有些小導師這樣說 他說其中 習總 他對於中國 是不是一個強國 其中一個指標 就是在這個世界盃裏面的表現 所以這個 這個多或少都是一種 對習總的天顯 我覺得 那是關於球員整固 話說真的害死他們 我這個是客觀的蠢 基於客觀的事實 做了一個主觀的評論 死不死 死不死就不關我的事 那你整隊被雙規 你以為是伊拉克嗎 你知道伊拉克的時候是怎樣 伊拉克的時候不是雙規 伊拉克的時候是輸球 要回去被人打腳板 打那個就是薩達布的兒子 大兒子 幸好他死了 現在中國是怎樣 不知道 但我想習總對於輸球 已經習慣了 不要那麼小器 我們不會恨再樂禍 但是呢 輸了給聚利亞之後 大國崛起這個夢 又距離遠了 這方面 這方面 整個中國的足球文化都是極差的 又貪污又假波 我經常說 中國足球是中國社會當代問題的集中反應 中國有什麼問題 例如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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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方面 有的 憲渠有 貧富不均 這些 豆腐渣工程 等等 就集中反映在中國足球裡面 而中國足球的集中反映 就是中國國家隊裡面 所以找哪個教練去都沒有用 你找摩連奴去 你找快格順去都沒有用 都是照仆街 甚至乎現在 我沒有跟那個 昨晚ICAC拘捕了 剛才有沒有說 不是昨晚 是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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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被強國的壞鳳污染 是 那你有這麼說 上天的外圍 什麼之華綠豆的東西都倒 他現在是預備組 預備組都搞 這些才容易操控 幾萬元就搞定 所以 剛才阿謹的結論 就是說 現在香港所有大的問題 其實都是由中國引起的 包括 最近這宗 屋邨 那個 石屎裡面 找到的這些 豆腐渣工程 你再講得精細一些 所有的問題 是中共當初不自力 要收回香港的事情 你繼續長期打算 最充分利用 其實香港 最充分利用 就有個譜 現在你裡面 大陸看到的東西 譬如這些 垃圾工程 你竟然在香港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 現在點名字 負責公司 就叫做中國建築 幾宗 已經 原水有關係 當然是 在金鐘 1001的辦公室 最眼冤的一天 就是看著中國建築 在維港島來頭 簡直見到的面 為什麼沒有人 不能停止到這樣 差不多是正總的位置 當著你面中 你也是議員助理 不是 地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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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樂很多 辛苦太薄 隔壁辦公室 坐這些人 我可以處理一下這些問題 是 13年以來 那裏一直都是白鬼野行 畢竟多了很多新鬼 是不是 你看到香港的情況 就很簡單 就是 大陸發生的事情 香港發生 現在開始有什麼呢 開始有戒袋黨 我是在大陸試過一次 不怕和大家分享一下 以前在其他堂也說過 因為現在出現了 我覺得大家要有這個警覺 事情是怎樣 大家有看過以前的電影 就是劉德華村的天下無差 哦 是 你有看過嗎 有看過 是嗎 原來裡面發生的部分的情節 在現實上是發生的 因為那個受害者就是我 那件衣服我到現在還在家裡 我告訴大家 當時發生的情況 大家坐在巴士的日子 那個座位現在好像這樣 就沒有了計劃 我就打安置意 因為你知道我很喜歡看書 我真的看書 我坐在廣州 坐在那裡看書 去到某一個站的時候 突然有個年輕人坐在我旁邊 他很緊張 我不管他 因為我沒有什麼警覺性 我繼續去揣枱 但我旁邊有個感覺 他人很緊張 原來我西裝的袋子 就飛了出來 然後突然到一個站的時候 他就飛身撲進去 出口那裡 很快就走 很快就走 我已經開始有一點懷疑 究竟是否梳了還是什麼 我揭開一個袋子看 原來戒了一個四四方方的四方框 你看下去其實是用刀片戒 裡面不見了什麼 就是一個手機 快手 那個做法很簡單 當時就是因為我不小心 我一直在做其他東西 那個袋子 就踢開了一點 但是他不是伸手進去 他在下面浪起了 然後用刀片戒掉 然後就拿了手機走 幸好我剛才有兩部手機 而那部手機是裝了一個通用的SIM卡 結果就沒有大損失 但這個事件給我一個很大的教訓 在中國坐車的時候 是一定不可以看書 那問題就來了 現在去到香港 香港人從來有沒有這個警覺性呢 你現在看到坐在地鐵上的人 全部都是這樣的 那我告訴你 這個就 在現在這個處境 大家就要開始有警覺性了 還有地鐵就越來越迫 你站在那裡看 可能你的背包等等 但是如果你說在地鐵上 我始終覺得不會那麼猖狂 原因很簡單 因為你後面有人 他做甚麼 那些人看到的 那些人看到之後 他起控 你未必能走到 但現在看到這個 就走到了 那些乘客想捉他 都捉不到 所以大家 現在凡是人多的地方 即是無論我們剛才說的 地鐵上 你起碼要有警覺性 就是 今天的香港 不像 十年前的香港 那麼安全 你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發生任何事情 如果你假設 好像十年前的香港 那受害的可能就是你自己 是不是 原因很簡單 就是這些 中國的劣質文化 現在就開始直跟 在我們這個社會裏面 所以剛才阿錦說的 就是我一直認同的 一個很重要 對現在香港社會的判斷 就是 所有香港現在發生的 這些嚴重的問題 重大問題 其實所有都是來自中國 給我們的 今天看到單新聞還說 是有中國牌的左軚車 都已經在香港路面行駛 這些狀況 即是全方位 我最近 我最近在找劏房 為何在找劏房 即是 之前選舉很麻煩 即是 有些 都不想打擾家人 想找地方 即是你想找兩位 搬出去 都 周圍都是 不是自由行 就是一些 新移民罷了 即是 劏房 都很難找 剛才我講的那個 就是 天下無策的版本 大家不要說得那麼簡單 因為在廣州試過 有什麼 就是 有人發現了這件事 原來他有同黨 在旁邊 監視著 那個同黨 找刀斃戒過人 戒過人 是啊 即是如果你出聲 不是 那不知道 可能有可能沒有 但大家不要說 一個假設 就是他一定是只有一個人 他可能通常去做這些犯罪的時候 他可能有兩個人 最少在那裏 另一個人就是幫這個人去逃跑 即是他有什麼事的時候 可能阻礙你單黨 是啊 瓣結東西 或者假裝幫你 然後幫到你 追到其他地方 但現在你香港 一個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 人們看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沒有反應 沒有反應可能有兩個原因 第一件事就是 不習慣見到這種情況 反應不到 反應不到 第二件事就是 覺得這些不關的事 即是有警察去幫忙 但現在的警察就是 是專門對付柏洋這些人 不是對付這些天下無賊 如果去到這個狀況的時候 事實上大家就 一定要靠自己去保護自己的安全 這個包括你自己的子女 你有沒有想像一天就是 這個拐子佬的現象 就是拐子佬的情況 在香港出現 現在我開始看到 就是那些家長都開始害怕 這個就是多得這個中國所持 就是中國帶給我們 極大的不幸 最大的問題是 就是你狗不狗有一宗 有時候 很多次都是 你不能夠所謂人裝並莫 你捉不到 但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說出來 那些人會相信 那些人是覺得 現在就是存在這個危機 如果不是 我覺得 早十年 你說武證武據 那些人未必相信 會不會 都是講大了 或者是個別事件 現在不是這樣 現在那些人會特別小心 我以前好像說過 不妨可以再說一次 墨西哥有一句言語 說 Poor Mexico So far from God So far from God So cold to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這句說 一定有個香港版本 是啊 你近了那邊Dom 就 上帝遠離你 但是你 解決整個問題 那個根本的來源是什麼呢 就是你對這些自由行 對這些中國下來的人 就是有一個足夠控制 那你以前沒有的原因 不是說 你香港特別的治安好 或者怎樣 就是因為 你沒有這班人在那裡 那你沒有這班人在那裡 你再加上 那個政府的行政效率高一點點 那大家便安心 但是這個安心的結果 就是令到香港人的警覺 是全面降低 是覺得自己活在一個太平盛勢裡面 那我現在想告訴你 就不是 香港已經不是一個太平盛勢來的了 這個那個心態都很 一時間難以去扭轉 扭轉過來 因為一路譬如宣傳 甚至乎大眾都覺得 香港就是最安全的城市 是一個安全的城市 破案率又高 其實有很多人不知道 有很多個案不處理 有些案不當成案 破案率自然高 很多數字這些是做出來的 我自己也試過在街頭 有幾次叫做一些所謂 建議勇為的舉報的個案 打算找一些警察去幫忙 譬如 見過在花園街看到有些 有人偷東西 在那些檔灘那裡 報警處理 警察過來 其實是人裝命惑的 但由於他是遊客的身份 希望不要多事 可以這樣嗎 是啊 即是你親身經歷過的 親身經歷過 他兩個警察 兩三個警察處理 一個就帶我一旁錄口供 他說不想帶我一旁錄口供 現在香港的社會 你是不是在中國下來的遊客 中國下來的自由行 他在那裡做什麼都可以 然後另一個警察 就跟當主周旋 在那裡談 另一個就跟那個疑犯 在那裡談 最後就夾口供 另一個就跟我說 是文化差異 不是 當主說不追究 後來我以為我和解 就算了 如果當主不追究 我也免得麻煩人家 後來放了我離開後 我找回當主談 原來當主跟我說 警察說我看不到 我沒有實質證據 就是甲口供不處理這宗案 這樣 唉 純粹就是 為什麼呢 其中一個 他們覺得麻煩的地方 就是遊客的身份 他們如果要處理這個案件 可能要花多一些程序 可能要通知其他部門 我想問一下 他是不是對非洲遊客也是同樣處理的呢 非洲遊客也很麻煩的 他又不會說你的話 又大隻 又可以打的 又可以打的 那你是不是這樣處理 對不對 現在你在香港 你警察做到這樣的表現 這樣的水平 那你怎樣叫人去尊重你呢 你拍羊 你看到 大家都去搞的 對不對 在法官的角度 就覺得這是一個合理的武力去制服他 但是當時也不錄過防暴警察 有盾 有棍子 如果片段看得很清楚 又踩腳 又等等 因為那個是 有些人都問可不可以公開那個片段 但因為那個是店鋪的閉路電視錄影帶來的 變成我們就沒有辦法公開出來 但是每個人看到都會覺得 他那個角度的解讀是過分 沒有的 這些事情 你看到如果有上訴的話 我相信 那個上訴庭會會作一定的這些考慮 那個比較的反差實在太大了 就是你暗角七景那些 哇 全港市民看著 到現在都沒事 還在鬥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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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些是退休 探查 現在還在鬥糧 現在的社會就是這樣 你忍受的 就繼續忍受下去 但有之一日 你自己都可能成為受害者 你不忍受的 只有兩條路 要不就是疑問 要不就是抗爭 那你選擇哪條路 就是你自己去想 所以我們今天的節目的時間差不多 因為你越說下去 就開始動氣 動氣 動氣就今晚睡不著 就不開心 對 明早一早就要去黎智角處理一下 探監 好的 我們今天的節目的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禮拜一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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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